古人金刚经持艳录得长寿篇之 六时得长寿篇一分功德驻碧名思 董靖朝唐朝人时常持诵金刚经 并且驻寿说 愿以一分功德回向驻碧名思 有一天晚上 月色皎洁 他站在城上看到四个身穿黄色衣服的人 巨龙在城下谈话他听到自己的名字 好像是要被追捕的样子 他们互相说 董靖朝长持金刚经 并以一分功德驻碧名思 这么久以来我们蒙受他的恩赐 现在怎么忍得下心来杀他 其中一人说 他家对门有一位同性同年的人 寿命即将结束可以由他代替 说吧一转眼四个人都不见了 次日清早听到对门传来哭泣声 他询问何故死者父母说 我的儿子昨夜暴死了 董靖朝听完不禁感动流泪 并说出昨夜的经过 除了协助将死者殡葬外 并且供养死者父母到老 董靖朝后来出家 法号会通 住在新元唐安寺 太平广记 这次我放在新元唐安寺 编寐 反正的一位 民众 我了解 我来问一下 因此 Company